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上帝的慈爱好像什么呢? 而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36篇 这一篇提醒我们上帝的慈爱何等宝贵 第五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穷仓 是的,我们上帝的慈爱高到最高的天 上帝的信实达到穷仓天地 诉说上帝的奇妙恩典 不但如此,神的公义好像高山 上帝的公义高如山 神的判断如同深渊,如同洋海 是何等的深刻,耶和人民深处,你都救护 这里用天,用山,用海洋来形容上帝的慈爱 多么的美好 并且,神那里也才何等宝贵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映下 为什么需要上帝的翅膀呢? 这一篇提到了有恶人 有骄傲人 有作孽人 有准备要夹害我们的人 如同这个图上的风浪 看起来是危险的 但只要我们在耶稣里就有很大的平安 并且上帝让我们得享他乐和的水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干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和的水 是的,我们在上帝的丰富中得着神一切的供应 因为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我们的生命力量盼望都在上帝的里面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是的,我们的神 用他的绑壁引导我们 让我们得享乐和 生命跟真光 上帝的恩典 为每一个人是神 敬畏神的人同在 经文的要节提到 神啊 你也慈爱何其宝贵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 因为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为主神 帮助我们起来投靠神 投靠上帝的慈爱 投靠上帝的保护 经历神 成我们的生命 成我们的真光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打开我们眼 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上帝诸天 信使达到穷仓 功耀向高山 判断如同深渊 问神为我们预备生命的河水 生命的源头 生命的真光 让我们认识你 尽你的保护 也把你的平安 分享给身边的人 谢谢主 祷告奉 耶稣的名 阿们 耶稣的名